欢迎来到西温纪念图书馆。 图书馆位于西温哥华的Embudsic社区内。 本图书馆可以帮助你融入你的新社区中。 你需要有图书证才可使用图书馆的服务。 我们登记处的职员很乐意帮助你申请一张图书证。 预申请图书证,请出示你有相片的身份证明及住址证明。 所有住在西温的居民或在室内开设公司的人士都可免费申请图书证。 在图书馆内你可以借出多种不同的东西,参加活动, 使用我们的公用电脑图书馆的收藏品适合不同年龄及兴趣的人士。 你可以借阅书本、电子乐物、DVD光碟、音乐及读本CD、杂志。 我们亦有很多帮助进修英语的材料。 儿童及青少年的收藏品位于第二层。 这些包括给婴儿玩的硬纸版书、图画书、初级读本。 我们亦有九种语言的儿童及青少年读本。 我们友善的职员乐意为你提供帮助。 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, 我们就能建议适合你阅读、收听及观看的材料。 当你找到所有需要的物品, 你可以前去使用我们的自助机。 自助机会打印一张收据, 上面印有环书期限。 你可以使用图书馆入口的环书箱, 全日24小时任何时间环书。 只要是在限期前归还或续期, 借出物件是免费的, 不然你会需要付罚款。 图书馆提供很多活动帮助大家学习。 我们每周会为儿童、父母安排免费的讲故事时间。 讲故事时间是一个大好机会, 去让儿童学习新童谣。 动作及故事。 儿童还可发展语言学习的五种重要方法, 说话、唱歌、阅读、写作及游玩。 我们亦为成年人提供很多文化及学习课程。 我们也会主持对话小组, 分享故事。 想查看图书馆本月的活动, 请取悦印制的日历, 或到网上浏览。 在图书馆下层, 你可以使用公用电脑上网, 查看邮件、 编写文件, 以黑白或彩色打印, 以及下载电子乐物、 声音读本及音乐。 我们的多媒体室备有大荧幕、 网络摄像机、 耳筒及扫描机。 你可以使用网络、 打电话或进行视讯通话。 我们有耐心及知识广博的职员, 可以为你提供有关技术、 电脑软件及工具使用的帮助。 对于使用印刷品或学习有障碍的人士, 本图书馆能提供帮助适应的技术。 你可以利用图书证 去使用我们的数码图书馆。 www.withwelllibrary.ca 请到网站mywvml 登入你的图书馆账户。 你可查看你已借出的图书馆物件、 为其续期以及预留物件。 我们的数码图书馆有很多网上资源, 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报纸、电子乐物、 可下载的音乐及声音读本、 资料库、 文章及具历史性的图片。 图书馆有很多宁静的位置, 让你静心阅读及思考。 在Peter阅读室内, 你可以阅览家国及世界各地的杂志及报纸。 请早日前来图书馆, 并经常使用馆内设施, 让西温纪念图书馆成为你另一个安乐窝。